各位投資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決戰主流 那麼大盤今天開始中紅了 大盤連續兩天漲上來 不要說我馬老師今天才講 上個禮拜五大盤連跌四天的時候 我怎麼說 來 我們看一下 上個禮拜五大盤跌282點 四天喔 我說禮拜一開平高上工 昨天有沒有開平高上工 有 我昨天節目上還告訴大家 美國道琼納斯達克高檔整理 還沒有下來不用擔心 今天早上 美國納斯達克又漲了 是不是照我的規劃 我昨天節目還特別跟你說 禮拜五台積電 本來應該要禮拜一動的 今天 今天表態 補量再供 有沒有印證 昨天講的內容 你一天一天看到我馬老師所說的 又印證了 不要說我節目上講 來 我們看看傳真稿 8月9號 8月9號 我給會員的傳真稿 是不是禮拜一開平高上工 100分 100分 再來電子股 電子股禮拜五的時候 一根黑K 我說這是一個吃貨K線 醞釀中紅拉伸 你會說馬老師 今天台積電真的漲了 電子股你看看 電子股漲1.65% 有沒有 是不是中紅拉伸 你再看電子股股 來 你仔細看好喔 電子股股今天不但中紅拉伸 還把8月6號的跳空缺口 去做一個回補 全部回補完了 大盤還沒有補8月6號缺口 這種結構之下 我昨天告訴你 大力光在創天價 電子282見底上工 確定落底了 先供季線 你現在看到今天 電子股真的中紅拉伸 漲1.65% 補掉8月6號的缺口 電子股回季線 很難嗎 真的不難 昨天我知道 投資朋友 你看到只剩600多億的時候 你會很擔心很害怕 因為市場上在上個禮拜 我多少人告訴你放空 空個股空指數 結果呢 這兩天漲上來 我昨天講的凹洞量 你去對照這一年以來 每一次的凹洞量 凹洞量以後 大漲 籌碼沉澱 大漲 有沒有 籌碼沉澱 大漲 是不是 每一次的凹洞量 你去對照 這邊也有 幾乎每一次 都是出現凹洞量以後 大盤就真的大漲上來 那麼大盤你看到電子類股 這是電子類股喔 電子類股補了8月6號的缺口 你說大盤 8月6號的缺口 很難嗎 真的都不難 接下來他怎麼滾量上工 怎麼樣去做一個個股的拉抬 你知不知道 如果連這些你都不知道 你看我節目 上禮拜到現在又印證了 那麼接下來怎麼做 來 我跟你講過了 上禮拜大盤在連四天跌的時候 我說你要領先市場 要抓主流 什麼是主流 第三方支付跟生技股 上個禮拜大盤一直跌 一直跌的時候 是不是 第三方支付跟生技股 不斷的創新高 今天繼續漲 那麼這些個股 我不是現在才講 你要去抓這個主流 不要說指數 指數我對了 個股主流方向又對了 怎麼買怎麼賣 很重要 你沒有買到主流 漲上去你賺不到 我什麼時候跟你講主流的 8月底 這個7月底 7月26號 大盤漲了602點 有沒有 大盤漲602點 我解碼多單 來看近一點 漲到8265 602點 解碼多單 瞄準行動大商機 真的 從7月底 7月底 大盤進入整理階段的時候 你看到主流的行動商機 一檔一檔 不斷的大漲 我在7月29號 第一波亮牌給你看的 行動支付 網家 Oh my God 商店街 7月29號 我第一波亮牌跟你說 說明印證的 是不是都大漲 然後這一波一路漲上來 還記不記得 我昨天還告訴你 5272的深刻我賣掉 昨天節目我賣掉 我告訴你什麼 我要買 第三波行動大商機的個股 你說 黃老師 第三方支付行動大商機 漲了一波兩波第三波 真的還有股票可以買嗎 我昨天節目上還記不記得 我告訴大家說這個盤面上 我把深刻先獲利落大以後 我買這一檔 有沒有 有沒有 我說拉回來買 拉回來買 這檔個股是什麼 2719 燦新旅 還記不記得 這檔個股 來 我昨天節目上告訴你說 我深刻賣掉 去買環球之星 這檔個股是什麼 來仔細看 2719的燦新旅 昨天我還跟你說 我不是去追高 拉回來買 對不對 拉回來買 你看到今天 來 2719的燦新旅 漲停 昨天我節目上跟你說的 他的十字線 我拉回來買 今天收盤 又創了今年新高 有沒有印證 今天盤面上 不要說看到漲停板 再來去追漲停板 昨天 押回來的時候 我告訴你 我在買 買燦新旅 有沒有 燦新旅 把深刻賣掉去買燦新旅 今天漲停 有沒有讓你做公開驗證 而且我不是只有今天講 我上個禮拜 我送給大家 第三波 第三波第三方支付的受惠股 第三波第三方支付的受惠股 第三檔 九大 第六檔 我昨天告訴你 第六檔 2719的燦新旅 我昨天就買這一檔 你看看 今天漲停板 不要說我現在講 我昨天我馬老師怎麼樣告訴你說 拉回來的時候 我把深刻賣掉換燦新旅 我昨天怎麼說的 那麼我請導播放一段 昨天的VCR 我昨天怎麼介紹去買環球資金 導播請 發動的時間點 壓回來買 有沒有 壓回來買 然後 8月8號漲停板 今天我怎麼做 我今天把深刻獲利賣掉 平盤以上 51塊8以上 有沒有來 還到52塊2 平盤以上 平盤以上 先做獲利調節 先做獲利調節 出場 我把資金要換另外一檔股票 換到環球資金來 為什麼換這檔股票 這檔股票 來一個重點 我上禮拜跟你預告 他的盤後大漲 收盤漲了36美元 最高 逼近了快1000美元了 收盤969 那麼旅遊網的龍頭 Price Line 他股價再創歷史新高 台灣有沒有相關類似的股票 有 不是沒有 Price Line股價大漲的時候 我今天把深刻賣掉 買這一檔 上次送給大家有沒有 全國的投資朋友 你有來索取幾百份的資料裡面 我送給大家第六檔股票 我今天買這一檔 跟他類似的 台灣的受惠標的個股 這種行動大商機 不會只有美國好 你說馬老師 禮拜五美國 道琼納斯達克不是回跌嗎 為什麼旅遊網的龍頭 繼續大漲 這種行動大商機 電子商務的商機個股 台灣這一波叫做第三方支付 來 今天大盤漲上來 他漲了4% Price Line股價逼近1000美元 逼近1000美元 比Google還高的時候 你看看 拉回可不可以買 股價開高壓回可不可以買 我帶會員買進 那麼這檔個股還要再挑戰新高 憑藉的是什麼 我說Price Line股價 它的股價呢 繼續創歷史新高 大漲36美元 從2008年52塊美元漲上來 漲了多少 17.6倍 這種主流族群 持續創新高 需要我特別去推嗎 不用 我告訴你一個重點是什麼 今天開高我沒有追開盤 押回來押回來我買進 收盤漲4% 我押回來建議會員買進 把深科的資金換過來 為什麼換這檔股票 如果你從基本面來看的話 來 今天收十字線喔 開高沒有追 押回來買 押回來買 7月營收比上個月增加43% 營收都不是公布了嗎 可以查證 營收比6月份大增43.6% 比去年增加16.8% 以這種業績股價衝新高 很過分嗎 我不是去追高點喔 繼續衝上去 今天這個地方買 拉回來買 準備挑戰新高 有沒有 昨天我告訴大家 拉回來買 準備挑戰新高 今天你看一看 2719的燦新旅 昨天押回來買 今天工掌停板 收盤再創今年新高 這是不是我事先送給大家的 上個禮拜 我說第三波 第三方支付的受惠股 這第三波的6檔股票 九大大漲 今天還有很多股票 三檔又在繼續大漲 不是沒有漲 你看到這些個股 第三波第三方支付的受惠股 今天第一號大漲 有沒有 再來今天第五號也大漲 第六號也大漲 燦新旅 爺大漲 我昨天有沒有告訴大家 我說 該做調節的時候 我會帶你做調節 這個調節呢 我昨天把扣訊 剛剛給你看過了 我賣掉了深刻 買什麼 賣同樣是旅遊網 美國的旅遊網龍頭 Price Line 創歷史新高 台灣 燦新旅創新高 很多嗎 美國的旅遊網龍頭 這幾年 從2008年是漲了17倍 逼近1000美元 逼近什麼 1000美元的整數那個大關 比Google還要高 我昨天說的 燦新旅 拉回來買 拉回來買 你看看 昨天講的K線 十字K線 今天呢 拉漲停 是不是這一檔 2719的燦新旅 是不是這一檔 不但把資料 上禮拜先送給你 我昨天告訴你說 我在接了 今天呢 直接開上去 沖漲停板 昨天我怎麼做 是不是拉回來買 拉回來買進 然後呢 今天恭喜會員亮燈漲停板 攻上漲停 有沒有照我的規劃 有沒有照我的規劃 在工漲停板 創今年新高 適不適合我上個禮拜 真的把資料都先送給大家 第三波 第三方支付的受惠股 燦新旅 昨天漲 今天漲停板 事前先把資料都送給大家了 昨天也告訴你 我在換股換過來了 今天亮燈漲停 我還要說什麼 這些個股 我知道很多投資朋友 你說馬老師 這些個股漲停板 你又想去追 不敢去追了 那怎麼辦 就好像九大漲一波上來 九大我在拉回的時候 你有我的摳訊 你有我的資訊 拉回來買 是不是 拉回來買 馬上漲停板10% 押回來 跌停板 跌停板16塊6買 你有沒有買 8月8號 我送資料的第二天 九大 有亮燈跌停板16塊6 你有沒有買 禮拜五 工漲停板 昨天 再工漲停板 沒有續牆 我先做短線拔檔 18塊以上 今天先獲利賣出 要準備下一檔的潛力個股 有沒有回到平板上 賣掉 把九大 先做一個獲利調節 我要做什麼動作 我告訴你 下一檔股票好好把握住 因為我把九大賣掉之後 來 鎖定這一檔 最甜的蘋果股 蘋果之星 為什麼看好這一檔 七月營收 創歷史新高 蘋果股你去找一找 哪一檔個股 七月營收創歷史新高 八月繼續攀升 七月創歷史新高 八月繼續創歷史新高 不是最甜的嗎 不是今天漲停板買不到 這檔個股 把握機會 不是說已經大漲一段 股價突破 開始發動 好好把握機會 七月營收創歷史新高 比去年增加了35% 八月份 繼續創歷史新高 是不是最甜的蘋果股 我把九大 獲利落大以後 這一檔鎖定 蘋果之星 你要跟上我的腳步的 跟我線上助理 直接來聯繫 我們接著廣告 馬上回來 你有多久沒來臨口了 清新的空氣 建篇 建設中的未來 看得到的幸福 如今 這裡是讓人眷戀的度假天堂 如今 這裡是更寬闊的幸福居所 如今 這裡一美夢成真 林口大不同 原生大進階 我在新北郡 2602 0099 前景投顧馬分析師 搶賺八月大獲利計劃 第三方支付俱樂部 搶賺八月大獲利計劃 第三方支付俱樂部 報名速下 022772 6855 27726855 馬老師 一位縱橫業界16年的名師 現場以股家心理念操作主流股 懂得順勢掌握主流大趨勢之變動 其閃亮技巧的實戰口碑 已是市場公認的士福老馬 告訴你 將股市投資交給他 將自從千檔股票找尋至寶 及避開轉折風險 唯一選擇 速播主流專線 0227726855 27726855 前景投顧馬分析師 搶賺八月大獲利計劃 第三方支付俱樂部 搶賺八月大獲利計劃 第三方支付俱樂部 報名速帳 0227726855 27726855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高 歡迎回到決戰主流 目前整個盤式結構裡面 你都知道 馬老師 這個盤指數一個半月 一直在做一個橫向整理的時候 很多個股擋不住 一檔一檔的創新高 這種主流族群 除了第三方支付以外 還有生計股 之前我也告訴你 8月份 訓練拉回來的時候 我們帶你去做第一階 有沒有 第二天攻掌停板 為什麼能夠攻掌停 短線上雖然我是先做拔檔 我也告訴你 訓練我先做條件賣出 做個短線 先拔檔一次 拉回來 你看到生計股結束了嗎 如果你認為說生計股真的結束了 你會發現 來 你看看 泰博 為什麼持續強制 還是在持續強制整理 4746 台藥 今天繼續創新高 大盤指數不過是看先反彈 對不對 很多人看保守看反彈 台藥繼續創新高 這不是跟第三方支付一樣嗎 4138 藥牙 今天繼續創新高 有沒有 3705的永信 昨天創新高 今天還在做強制整理 還要想再繼續衝 這些生計股的族群 為什麼不要看壞它 月底還有政策做多 利多會宣布 拉回來怎麼做 如果不會做的 來讓我馬老師幫你 因為這些個股 它跟著一個第三方支付一樣 大盤指數 現在連8028的那個位置點 都還沒有回補缺口 但是你會發現 一檔一檔 第三方支付 甚至包含生計股 又再創今年新高 這不是主流是什麼 這些個股 就像第三方支付裡面 我說過 它不是只有台灣自己在漲耶 你看到美國的臉書 這一波漲上去 從六月份漲到現在 七成 它難道還在找社群的題材嗎 不是耶 行動廣告業務 第二季大幅攀升 股價大漲 七成 旅遊網的龍頭 從2008年52塊漲到現在 逼近1000美元漲了17倍 甚至8月8號團購網 你看看 一天漲了21% 從去年底漲到現在漲了快一倍 這代表什麼 行動大商機耶 我節目上也跟你說過 這個成長的題材 不要說大陸啦 今年成長67% 明年成長55% 光是台灣 今年至少5000億的規模 上看6600億的規模 這個規模誰能夠抓到 這些族群 你看到這些個股 為什麼一天漲漲 這些族群 是不是我送給大家的 第三波 第三幫支付社會個股 來 8月7號強攻 8月8號有沒有 一檔一檔輪流的漲上來 8月9號繼續漲 今天連第一檔 行動支付股 上半年的獲利 比去年上半年增加7倍 7倍 是不是主流 這些族群 你看到一個一個大長 意外嗎 很陌生嗎 為什麼我上個禮拜 父親節 送給大家三天 送了500份 投資朋友你有來拿取這份資料的 九大大長了 燦新旅 我昨天還告訴你 今天發動了 有沒有 上個禮拜我送給大家500份的資料 九大燦新旅有沒有大長 你看到今天2719的燦新旅 我昨天還告訴你 十字線壓回買壓回買 我把申科賣掉了換餐新旅 工掌停板 就這麼簡單 這些族群 7月底 行動商機業務 短距無限的 申科 押回來買 我跟你都追蹤說明過了 申科亮燈漲停 然後呢 獲利調節 8月12號 我昨天賣掉 平盤上賣掉 賣掉以後 怎麼樣 把資金換到旅遊網的 燦新旅 旅遊網的燦新旅 我們不是建議去買旅遊網的Price Line 我們去買台灣的旅遊網 受賄股 哪一檔 2719的蔡新旅 是不是繼續創新高 這些內容昨天 有沒有 拉回來買 拉回來買 我節目上還跟你講喔 拉回來買 是不是這個位置 拉回來買 拉回來買 今天 亮燈漲停板 再創收盤新高價 有沒有創新高 這是昨天我節目上跟你說的 有沒有 蓋牌跟你講 鎖定環球之心 昨天壓回來買 你看看今天 有沒有亮燈漲停板 這就是重點 重點不是看指數 指數你會或許說 馬老師 指數你看起來 好像沒有動 但是從上個禮拜 大盤指數回的時候 第三方支付一直在大漲 現在呢 你看到九大 當初上禮拜押回的時候 誰帶你低接 16塊1以下買 買完當天 10% 不是最低價 16塊1來算 10% 然後8月8號 送給你拿到資料的九大 跌停板買 可能嗎 九大 9點05分 跌停板買 9點06分 還鎖跌停板 禮拜五公漲停 昨天再公漲停 有沒有 再公漲停板 今天我把它調節掉 先賣掉 準備下一檔 蘋果之心 拉高上來 評判上很好賣 上來先做獲利調節 賣掉 賣掉以後 不是看壞這些族群 這些族群有價差還可以再做 讓我來幫你 你不會做的 選股我都幫你選好了 價格有回到跌停板 你買了沒有 接下來 我知道 你說 九大 燦興旅都大漲上來了 你不敢追 來 這一檔 最甜的蘋果股 蘋果是9月初新機 7月營收 它先創歷史新高 台郡還沒有它強 上半年的獲利 營收 沒有這檔強 8月 繼續創歷史新高 有沒有條件 不是漲停板 幾千張 你要買都可以買得到 剛開始發動 今天還有流線上影線 剛開始發動 領軍的蘋果股 不要再錯過了 你錯過九大 錯過第三方支付 錯過了燦興旅 接下來呢 好好把握住 錯過前面第三波 第三方支付的 九大燦興旅 跟我線上助理 直接來聯繫 幫 你這一波上來 怎麼樣賺回 這些行情的價差 蘋果之心 讓我馬老師來幫你 跟我線上助理 直接來諮詢 也祝您明天操盤順利 本公司 與所推薦 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請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中文字幕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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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第三方支付俱乐部 抢转八月大获利计划 第三方支付俱乐部 报名速下02-2772-6855 2772-6855 人生外公就是追求生活中的温饱 投资理财想要的就是迅速累积财富 全景投资聚集股市最负责任的投资专家 结合心理 筹网 产业 技术各个面向 在讯息万变的骨盘中 带领各位杀出重围 获利致富 结编前景 前程四景 速播服务专线02-2772-6855 2-2772-6855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吹起贴 请用起贴五分珠 五分珠 趕快够好 大户主力在哪里 主力筹码分析软体 法拉利赢家 能清楚掌握大户主力筹码 让您用最简单的方法 跟着主力进出股市 轻松赚钱 赶快上网查询 近日主力动向 你知道吗 在台湾 平均每千分钟 就有一年